每个身份来教派精医会这样合适吗 好 主管也涉嫌泄密 他也是有被告 那他应该要先辞 他的前件 就是前件招起人的职务 快步走进国防外交委员会会议室 马文君交出手机 牵托保密切结书 只是前件泄密风波还没结束 担任秘密会议招委 就被绿营质疑怎么被告变法官 现在请局长说明一下 刚刚在本席主持的秘密会议当中 有没有什么危害或影响 国防局这边会配合到外委会招委 针对他的职权的行使 邀请我们去里面来做相关的夜报跟专报 就怕闭门会又被大做文章 马文君第一棒先大动作 替自己消毒 却引爆与王定宇之间的隔空战火 本席从来没有拿过二哥打 王定宇招委 那一天在这个机密会议上面 他所说的内容 构型将踩X型尾堕的3.0B版 那证明他就是有用嘛 他只是不晓得那叫二哥大马 还在用老一套的乌龙的乌贼战术 那只能说他是潜力气球 X尾堕不属机密 当场委员都有听到说 这个X尾堕是可以对外说明的 布满马文君身为泄密叛国被告 却没有回避机密会议 王定宇越说越气狂骂三分钟 本来关起门来的秘密会议 大门一开反倒成了蓝绿阳光底下的 超级火药库 近新闻综合报导 本来关起门来的秘密会议